亚运会闭幕式盛况北京时间9月2日晚20点整 2018年亚运会闭幕式在雅加达彭加洛体育中心举行 本届亚运会闭幕式的主题是感谢 印尼人民希望通过演出表达对参赛选手和志愿者的感激 值得一提的是在备受关注的杭州八分钟演出中 一样千喜马云和孙良起亮相向亚洲人民发出真诚邀请 闭幕式在雨中进行随着五彩夺目的烟花在空中战棒 闭幕式也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要理事会主席阿哈迈德与国际委会主席巴赫进场 随后世身一名国旗奏国歌仪式 现场一名观众高唱一名活歌 而在闭幕式表演中 庞大的警察院队整齐划音地打起鼓点 最后军乐队组成了英文的印度尼西亚字样 瞬间把现场气氛点燃 各国代表团起手入场 而中国代表团闭幕式起手是轮滑运动员国家 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银牌 是中国首位级参加冬奥会 也亮相亚运会的运动员 中国代表团进入闭幕式现场 很多中国选手都玩起了自拍 最后使志愿者亮相 同样是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当运动员和志愿者进场后 闭幕式现场成欢乐海洋 一名歌手萨拉斯瓦蒂演唱 自己创作的《我们就是亚洲》 当悠扬的歌声响起 现场大屏幕播放本届亚运会的精彩片段 这其中包括朝鲜选手 在领奖台上潸然绿下 还有乔纳泰夺得羽毛球男单金牌的镜头 印尼总统没有 亲自现身闭幕式现场 不过他通过视频 未未能来到现场表达遗憾 希望本届亚运比赛 向全世界展示亚洲同行同德的力量 以及大家享受并幕式 现场还播放今年印尼抵折的画面 在致辞环节中 印尼副总统表示亚运会成功举办 离不开各方努力 并强调印尼取得三项成就 其中包括在本届亚运展获31枚金牌 希望借助亚运带动印尼体育复兴 接下来是亚奥理事会 助席达赫德基王致辞 感谢燕尼亚迦达 并迈蒙做出爱心的手势 并表示老天在哭泣 因为这是伤感一天 我们要道别了 还宣布吃江丽花子 荣因亚运最佳运动员荣誉 本届亚运会期缓缓降落 经过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抖中门的传递 首届亚运火炬 首届亚运会期 亚奥理事会会期 都交给杭州市长 随后现场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因为这亚运会正式进入杭州时间 在杭州亚运宣传片中 通过远古少女的穿越 让我们的目光进入现代的杭州 杭州的清晨 西湖的美景 以及中国科技制造 热爱体育的杭州人都一一映入眼帘 当历史与现实融合 意味着相信所有人都感到到杭州这座城市的魅力 接下来进入杭州八分钟表演 一位小姑娘手碰水瓶在巨大荷叶上 江水到处 向正西湖水融入整个舞台 当动人的春江花月夜响起 三曲音乐的美景在舞台上 也得到完美展现 三位古装舞者在琵琶和鼓针等 中国传统乐器的伴奏下 翩翩起舞 展现出清零漫妙的江南风情 随着一幅浮华剧展开 杭州这座城市的古顶玉类 被诠释的淋漓尽致 随着音乐变化 现代的杭州出现在亚洲人民眼中 歌手一样鲜洗出场演唱歌曲向往 在一番在歌在舞之后 马云带领小朋友 向所有人发出2022年 亚运邀请 而来自中国杭州的有有名叫 孙杨也来现身闭幕式 同样向全亚洲传递来自 杭州亚运的真诚邀约 在闭幕式的卫生 现场成为演唱会的舞台 艳迷 艳渡歌手 韩国组合轮发登场 艳渡歌手演唱 来获得奥斯卡这家影片 贫民窟的百办富翁主题曲 而韩国组合 Super Junior登场 也将现场狂热气氛带到费点 随着演出结束 意味着到了与亚迦达亚远 说告别的时刻 当持续燃烧16天的圣火熄灭 亚迦达亚远彻底画上句号 我们期待2022年杭州亚运的到来 我们期待的节目